图之间最大的差异是 长条图呢 它可以反映的就是 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 一个 一个期限 就是时间啊 或者是说呢一个 你要人啊 或者是事的一个分布情况 然后它最重要就是 它可以马上看到那个数量的多寡 那圆柄图呢 跟这个长条图最大不一样是 圆柄图比较强调是那个比例 也就是说分配情形 它全部加总就100%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比如说你这个家庭的总收入多少 那当然分配就是这么多了 你不可能再多出来 所以100%看怎么去分配 所以这里面的话 当然概念不一样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记得 这个PLT 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刚刚是BAR 那你就把它改成Pi 那这个Pi的话呢 后面要四个东西 反正这四个东西都固定了 所以将来 反正你就是要把这四个东西建立起来 圆柄图就画出来了 那这四个东西包含哪四个 第一个Size Size就固定 就是说你全部可以怎么分 反正total加起来就总共100% 那比如说这个假设呢 这个家庭一个月呢 总共有一万三的人用金好了 那男生分五千 女生分八千 total就一万三 就是百分之一百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Expo Expo就是说呢 你要用哪一个去把它炸开了 就是说呢 你那个东西要不要让它把那个圆饼拉开一点点 那拉开多少 也就是一个圆饼 有没有像一个Pizza Pizza如果当时你还没切开之前 它就连在一起 那你如果切开之后 如果你要把它拉出来一点点 拉出多少 就是这个效果啦 OK Expo 把它拉出来 那Label的话是标签 大家应该知道 Color就是颜色 总共的话会有这四个东西 那我们就是有点像布局 我知道这四个东西 所以我上面的话先给Size 一样怎么样 一样给一个串列 OK 那Expo的话就是说呢 你第一个 比如说我男生的部分 要不要拉出来一点 不要 那我要强调就是说 女生的部分 好像分的比较多 所以请你把女生的部分 拉出来一点点 拉出多少呢 0.05 OK 然后再来的话 Label是Male跟Female 然后男生就蓝色 女生就是红色 OK 那分别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最后加上一个图例 这个图例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颜色 那最后秀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就是长这样子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画出来 有没有 它实际上呢 就是比例上百分之一百 一万三 然后男生占的比例 女生占的比例 然后0的话呢 这个意思说男生不动 会被拉出来这个0.05 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一个 黏 本来是黏在一起嘛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拉出来一点点的话 那你就给它一个数量 它就拉出来一点点 就是让它向这个方向 把它拉出来 那标签的话呢 就是Male跟Female OK 然后颜色变更 这个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Expo这个如果说假设了我不要是0.05的话 我就给它什么0的话 印象中应该就没有把它拉出来 这个两个0 你会发现它就怎么样 它这个就是变成它中间这一个区块 粘在一起 所以看未来就是说呢 你们可能不止两个啦 可能还有什么 可能一个家庭好的一百 然后比如说第一个你们可以变更嘛 比如说将来你又生出来一个baby男生 那一万三可能就不够了 一万三可能一个baby 一万三还不够 所以男生就要多赚 假设吧 如果你这边可以再多增加一个逗点 如果说呢 那个你的baby出生了 那女生就很可怜 女生的自装费八千 可能就只剩下一千吧 OK 那男生的购买玩具的 比如说大玩具 像玩一些什么 什么 想买什么 一些机器嘛 或者go pro嘛 或者买什么 买一些空拍机嘛 是不是 小孩子在买 蛤 小孩子在买空拍机 你不要说现在很多youtuber都买空拍机耶 小孩子 小孩子 我也很想买 糟糕 我还有童心 好 所以这边又分配一个 变成说一万一千一千 一万一 对 一万一 好 这个就是baby的 豆点就要把它凸显出来 0.05 让它凸显 这边的话也许就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baby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再加一个baby 我又切到那个这个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可以再加一个baby 然后这边的话就颜色 你可以就加一个y好了 我觉得yellow 其实也可以用简称的 那这样ok了 那把它什么 跳一下看ok 就直接再喂给它 它就帮我把 你会发现马上 所以一看就知道 而且你会说那一块 哇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 很不喜欢生小孩 所以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个人说 国家庭养 养到六岁 这打动了我 ok 这个叮的 这个叮的 不过其实人是这样 当你不想生的时候 你就不想生就一直会生出来 但是你想生的时候 有时候年纪大了 你可能想生也不见得生得出来 这就是很矛盾的地方 ok 好 因为其实我发现 小孩子长大之后越来越 越来越不用你特别照顾 ok 而且你还可以教育他 还可以使唤他 像我儿子现在很会按摩 我有时候身体 那个疲劳的时候 他就会 不会按摩 好棒 他刚刚也会打电话给我 不过他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呢 因为我有在他的手机上 装了一个叫 FamerLeak 知道那东西吗 对对对 就是控制他使用手机时间 他时间一到他就不能用了 他就打电话 都没有用嘛 因为他要用的时候就会打电话来 对对对没错 所以像刚刚打电话来 一直吹说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啊 他就好像想你啊 骗人原来是要跟我要时间 爸爸等一下查一点东西啊 可不可以给我时间 重点是这样 我说啊 那我有点腰痠背痛哦 ok 他说回去再帮你按摩 ok 不错啦 其实所以小爱 养他那么久了 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基本上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啊 可以去看出每一个 就是你的资源所占的比例分配 那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有时候其实啊 说真的用讲的刀 不是那么精确 你倒不如数字拿出来 比如说啊 为什么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用这么多资源 那为什么你要把整体跟部分比较一下 有没有 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个养一个baby是很花钱的 对那当然呢 前提有这个图的话 你就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视觉化主要就是说 根本不需要多加解释 就知道你要讲什么 这样子我觉得比起你写再多东西 所以真的你写公文哦 写一堆 根本倒不如数字 用一个图来表示嘛 这样就清楚了 ok哦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尽量有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比例 但是圆柄图比较是要表现就是 那个比例分配多广 但是呢 在那个什么 Excel里面其实可以把它画成立体的啦 不过在Python里面你们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画成像那个Excel里面画成立体的 有没有它可以变成一个3D的 而且Excel里面还可以转角度 你是视觉是15度 45度50度你都可以再去做旋转 有没有 可是在Python里面的话有没有办法做到 也许各位可以去查看看 当然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还可以再做很多其他的图啦 不过我建议各位先把这三种折线图 长条图 跟圆柄图至少要掌握 因为这三种是一般应用最广泛的 除了这之外当然可以啦 很多你要怎么画都可以 只是说 那些可能就是锦上添花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就是 会把这些讲完之后 然后再来的话后面还有一些证照考试题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到底它考什么 其实你刚刚那些会的话这些 后面的题目你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困难 OK 试一下 哦 更多 跟试一下 试下 试一下